这只猎狗太倒霉了 好不容易在河边捡条死鱼 二话不说就叼到岸边想尝尝先 却被鱼刺卡住了喉咙 只见它吐着舌头 想把鱼刺呕出来 猎狗最终结局会如何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只猎狗为了填饱肚子 它竟另辟蹊径 鸡肠碌碌的它来到河边想碰碰运气 只见它在河边耐心地查看 在经过一番观察之后 它来到潜水中 开始捕捞河里的鲶鱼 在水中鲶鱼的身体非常灵活 瞬间水花四溅 猎狗着急地直接上嘴 鲶鱼也是丝毫不给猎狗面子 直接给了猎狗一耳瓜子 这突如其来的反抗 还给猎狗整不会了 这光流的东西该如何下口 猎狗目光紧紧盯着鲶鱼 它非常想品尝一下河鲜的味道 鲶鱼继续在水里胡乱地扑腾 又顺便给猎狗几个耳瓜子 猎狗心想 我在陆地上哪受过这委屈啊 调整片刻 发现一个更浅的水洼中有一条鱼 它又将目标转移到这条鱼上 这次它吸取教训 一口就咬住了鲶鱼的尾巴 硕大的鲶鱼让猎狗直流口水 它暗自窃喜一番 将鲶鱼叼着准备上岸 这条鲶鱼是真肥 猎狗叼着都有点费劲 准备放下些些 可是猎狗刚一松口 鲶鱼就疯狂咬摆 一下窜出好几米 眼看到嘴的鱼就要飞了 这可把猎狗惹恼了 疯狂翻腾 猎狗依旧死死咬着鲶鱼不松口 只见猎狗呆呆地站在原地 估计是想等这条鱼 彻底凉了之后再采取行动 鲶鱼活动的幅度越来越小 不一会 鲶鱼就没有了力气 猎狗也察觉到了 鲶鱼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这才叼着鲶鱼来到岸边 确定到嘴的鲶鱼不会再逃走之后 猎狗放下了鲶鱼准备开吃 折腾了许久 终于可以品尝和鲜了 刚咬了一口 这条鱼竟然又开始垂死挣扎 猎狗赶紧用爪子压住 开始大口吃肉 但是鱼的身体太光滑了 第一口并没有吃到 犹豫片刻 又张大嘴巴 想来一口 结果却被鱼刺差点卡住 看来吃到鱼肉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无奈地抬头看了看周围 决定叼到隐蔽处再享用 不一会又来了一只猎狗 他看到同伴吃到了鱼 也想过来碰碰运气 不过他选择的这个位置不太好 这边的淤泥层太厚 他刚走了两步 就被陷进了淤泥中 好在陷得不深 他还可以蹒跚着向前移动 猎狗察觉前面池塘可能不浅 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 他并没有下水 这条猎狗凭借着自己优秀的嗅觉 在一番嗅觉搜捕之后 成功地在泥潭中找到一条死鱼 他将鱼从泥潭中拽了出来 叼着鱼向岸边走去 从这条鱼的面向来看 应该已经死了好多天了 不过对于吃腐肉的猎狗来说 这都是无所谓了 能填饱肚子就行 再臭的鱼对他来说都是香的 他随便找了一个地方 就开始吃了起来 他小心翼翼咬了一小口尝尝味道 好像还不错 接着开始大口大口吃肉 结果一下就被鱼刺卡住了 只见他那痛苦的表情 被鱼刺卡住的滋味可不好受 他打算将鱼刺呕出来 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但是由于太过饥饿 还是先填饱肚子比较重要 吃完以后 猎狗还没有吃饱 准备再去碰碰运气 又去了湖边继续寻找 不知道这次的运气 有没有刚才那么好